引發全台熱議的 五億元高中生墜樓案 今天關鍵的人物 帝政氏父子首度現身 到底是不是謀財害命 只有兩面之源的兩個大男生 登記結婚的目的是什麼呢 婚後兩個小時卻離奇墜樓 但這對帝政氏父子 收入高達上千萬一年 他擁有三間豪宅 我想問要學學科 他朋友說為了謀奪他人財富 嚇重手殺人嗎 而且他的手段也未免太拙劣了吧 我跟你說有的人他是貪得無厭 今天我今天錢很多對不對 我還是要更有錢 那我們現在是合理的去懷疑 這裡面這個案子有沒有 存在的很多疑點 那現在台中地檢署 今天也出來講了對不對 你不能用主觀的預測判斷 給這個案情有什麼 一些干擾對不對 留給檢警單位一個什麼 辦案的思考的沉浸空間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很多的疑點 都已經出來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個話放在那邊 台中地檢署你檢警單位 到時候把這個案子辦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疑點 疑疑釐清 說服我們老百姓 那我們就把話先放著 好 我們先回歸一下這個案情 這個是在5月4號那一天 台中市有一個賴性的高山學生 男學生 今天要念大學 對啊 你不要看高山 他名下可是產業很多 他們老百老了30幾筆房產 總共市價現在價值5億多元 5月4號那一天就很奇怪 為什麼 上午7點 這個下姓地政士的兒子有沒有 我們稱他夏南 他就打電話給這個 賴性的高中生 就跟他講說 我教你怎麼處理你的房地產 你房地產這麼多的話 你總要好好處理 也可以賣個好價錢對不對 要怎麼樣好就帶他 就是說那你把你的身分證帶著 證件都帶在身上 哪知道他們出去之後 把他騙出來之後 這是什麼 第二次見面 見第二次見面 對 第二次見面 出來之後 竟然兩個跑去婦政單位去幹什麼 伴侶同婚 同性婚姻 對 去結婚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結婚不是說 兩個當事人 還要兩個證人簽字嗎 對啊 他那兩個證人 是跑去超商裡面講過 去採摘 問說民進女同不同意同婚對不對 你說同意 我們兩個愛人相愛 幫我們登記一下 當個證人好不好 是這樣找來的 兩個證人 對 兩個證人是這樣找來的 你知道嗎 好啦 那你去了之後 連那個什麼家事什麼東西 都不懂 而且現在這個賴姓男子 賴姓高中生 他們家人講說 事件發生之後 這個夏姓父子 兩個人沒有來 也沒有來致意 就是說他們在登記結婚之後的 兩個小時 這個賴姓高中生 從夏男住處 就墜樓生亡 對 其實大家會學哥講 5月4號到上個禮拜五爆發 已經過了大半個月了 那這個賴男家屬說 真的是配偶的話 真的有感情 怎麼來一次都沒有 跟家屬一起 也沒有上香嗎 妳這樣也是伴子對不對 對 那妳今天來的時候 妳就不聞不問對不對 那過世 而且妳跟他家做生意 做了這麼久了 委託妳來辦妳他們的產業 竟然都不聞不問 後來更誇張的是怎樣 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那妳不對 妳這個小孩子 5月4號去的時候 就跟他明君講 他們兩個辦理結婚之後 就回到那個夏姓男子 那個夏男他家對不對 突然間不到兩個小時 這個賴姓高中生 竟然從那個住家10日 我就這樣掉下來 就墜樓死亡了 好 那現在很多懸疑劇 自此開始展開 為什麼 首先是被那個藏儀社的人 在處理這個大體的時候 他講說 現場沒什麼血跡 而且你知道這個賴姓高中生 從10樓這樣墜下來 竟然只有右手走走這個地方 斷裂 照妳說應該是會全身 有點被骨折 因為我們以前看過 那個墜樓的 公頸甲 第一個現場沒有什麼血跡 那就很扯了 因為人在活體的情況之下 從高處墜下來 剛開始那個血還沒有出來對不對 可是等到那個什麼傷口 什麼東西開始一蹦開 因為那個我們的肌肉 會有彈性 一彈起來 有傷口有破裂的話 那個血就會湧出來 一湧出來之後 現場是有大量的血跡 好 那我們講說 那可能被清理掉了對不對 那可是現場會有激症 葬儀社來處理的時候 他沒有血跡 這個案子就是因為這樣 覺得很奇怪 現場疑點重重之後 所以那個家屬5月12號 就開始開記者會你知道嗎 記者會就開始一直在 在談論這些事情 為什麼這兩個 而且等下開始 慢慢有很多人就開始爬梳 這個下姓男子有沒有 下男的有沒有 他身邊有人講說 他高聚同婚是赤子 他已經有男女朋友了 女友了 對 所以他的傾向 不是同性上面的 另外那個賴姓高中生有沒有 他高二的時候 因為暗戀女同學 還這樣去找了 輔導老師請訴你知道嗎 導師也看不出來 他有那個同性的傾向 兩個沒有同性傾向的人 會突然間 性向突然轉變 還辦理結婚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現場好了 好 這個跳下來我剛才講說 死者打握位置 緊鄰建築物來看 其實因為前幾年 常常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 詐領保險金的案件 對 今天到底是 被推 對 或者是謀殺有沒有 他們有一個那個什麼 物理的那個公司有沒有 他可以算說 你這個自由落體掉下來的位置 距離那個什麼 建築物的距離 就可以算出來 就是說如果你是自己跳了 你會有凳的動作 所以大概會距離大樓 約三米左右的位置 但是他這次 墜樓的地點 離建築物相當的近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 滾下去被推下去的 其實我們一般 墜樓有好幾種情況 一種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可能在修剪花木 或修理什麼東西 不小心掉下去有沒有 那個掉下去 因為落下的時候 它沒有出速度 所以它掉下來的距離 會離那個建築物很近 出速度就只說 凳出去那個動作 對… 就是你這樣 就是從速度為0的時候 就突然間掉下來對不對 所以一般的公式來看的話 如果從五樓掉下來的話 大概距離建築物 大概是1.46公尺 八樓掉下來的話 大概1.86 更遠 到了十樓的話 大概距離建築物 大概2.05 那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倒樓的位置 比大概只有三米左右 它就明顯說 這個應該不是跳樓 因為你跳樓的話 人攀爬在這個欄杆上 你跳的話會有個凳的力量 那個叫做出速度 應該會更遠 好 後來我們看到 它落地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點 它往上看的時候 這個二樓這邊有沒有 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平台在這邊有沒有 造景平台在這邊 出出來的 對 你如果蹲在這個位置 往上看的話 看不到十樓的那個窗口的話 就表示從上面跳下來 也不會躲到這個位置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圍 你落下來也不可能落到這裡 所以他就懷疑說 這個現場這個地點有沒有 到底是怎麼樣落在這邊 而且更誇張是什麼 在這個現場的那個草皮有沒有 竟然草皮都枯萎了 對 才落下來沒多久的話 所以高大成法醫師講說 這可能是 這個死者生前已經被下毒 這落下來的時候 他可能嘔吐 把那個毒物吐出來之後 才會造成這個 在草這邊 就只有這一塊而已 對 這個草皮才會買上枯萎 所以我們講說 你看這個問題 現在怎麼辦 好 現在這個 全台灣民眾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剛才我也跟雪玉哥聊到 我想大多數人都認為 似乎這對下信父子 他們謀財害命的 這個可能性滿高的 但是他們到底能不能夠如願 謀奪這個高中生 高達五億的財產呢 如果說沒有辦法讓他們拿到的話 必須要證明 他們是有犯罪的意圖 那現在到底有沒有犯罪的意圖 怎麼找 那我們為什麼會提出這麼多一點 我們剛才以那個落地的位置 跟距離來看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從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死者 賴姓高中生墜樓之後 他的遺體上來看研判 你看 第一個是從石頭墜下來 我們剛才講說 他說只有右手這個骨折 骨折對不對 高大神講說你看 他五樓墜落頭骨裂對不對 八樓墜落是頭部破裂 十二樓墜落是腦漿泵裂 對不對 當然有意外 那我剛才還講到說 這個坐下來 從他的那個死亡的撞擊點 都可以看出端倪的 他說死者臉部並沒有熊貓眼 這個是什麼熊貓眼的意思 就是他顱內出血 他會撐在這個地方 把手會蚵來 會撐火 對不對 另外一個肚臍也沒有瘀青 就表示你腹腔內臟 沒有內出血 沒有破裂 所以就都不符合 高樓墜樓的這個死亡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從他現場撞擊點的 那個血液凝固跡象 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生前落下來 還是死後被拋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活體丟下來 那個血液的話 是什麼 會流出來的 流動 他的凝固會比較慢 對 可是你死掉之後 再丟下來的話 血液已經不會凝固了 已經早就凝固了 不會叮噹了 不會叮噹了 對 血腳板也不會再凝固了 所以他從裡面的血塊跟一些 淤血的情況就可以分析 那我剛才講過說 其實我在民國八四年的時候 跑過一個陸軍的案子 到底有沒有可能是 人為的墜樓呢 其實那個時候 這個案件其實也跟 這個案子有點類似 因為這個人是什麼 他是服兵役 等到他消假回去之後 一大早就被通知說 他的這個小孩子叫做葉子賢的 從樓上墜樓死掉 媽媽接獲到消息 對 那個時候家屬也不相信 因為這個小孩子放假在家裡 還跟他說我那邊做兵退後 要衝一下 整個員警都規劃好了 怎麼可能翻天洗地的 回到營隊之後 隔天早上被人家說 從樓上丟跳下來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家屬也是請了誰 那時候的刑法醫專才楊日松博士 到現場去勘驗 我還記得那一天 楊日松法醫到現場看了看之後 就在死者那個身上的重擊點 就是那個受傷的那個重擊點 就開始用手這樣摸 摸他的手機 摸一摸之後他就跟他助理講了一些話 就開始他就看完了 他就叫他們要採集什麼 要什麼東西他就想 後來我們中午在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就問他 他只要黃湯下肚三小杯那個燒心下去 你問他什麼他就會告訴你 我說你怎麼這麼厲害 摸摸你知道嗎 你會知道怎麼死 他說車撞死的 是車撞死不是墜樓的 不是 他就講說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就解釋給你聽 一般我們墜樓撞下來的話 那個撞擊點的話 那個肌肉有沒有 就很像我們拿那個肉醬有沒有 絞肉 那肉是鎮對不對 頓錯 對 可是那個死者身上 他為什麼這樣摸就知道了 因為他摸錯 我們人的肌肉是長條縱的 他是被重力撞擊 讓他的這個肌肉整個錯開 頓肩錯開 那什麼樣的這麼大的力量 可以讓人體的肌肉這樣錯開對不對 而且我也是在腰這個地方對不對 很明顯就是什麼 車輛撞擊嘛 對 所以撞擊這樣 一錯開就是頓肩重力 把那個什麼肌肉給錯開 那可是這個什麼 這個案子後來有沒有破 也是沒有破 為什麼 因為現場的激證到最後 要去採集的時候 已經被軍方保守的處理掉 所以警方要去看 再蒐集其他證據的話 沒有 所以我也希望說這個案子 現在高法醫 已經提出這麼多質疑 我們社會提出這麼多質疑對不對 該收證的 亡羊補牢 趕快收證 不要到時候告訴我說 那個時候的收證沒有完全 好天氣暫時要拜拜了 越受到封面影響 北台灣未來幾天可能會下起大雨 而且據說 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 有一個中度颱風行程 會不會鋪台 氣象局持續關注 但最近極端氣候 繼續在全球肆虐 而且威力越來越強大 我想問嘉明 這天的天氣狀況怎麼樣 今年如果有颱風的話 我們可能要特別提高警覺嗎 好明君確實沒錯 今年就整個全球的氣候來看 今年會偏向是屬於聖陰年 而且很有可能50%的機會 是來到強聖陰 它的意思 這聽起來有點難懂對不對 強聖陰 它的意思就是說 今年在整個溫度的部分 會比過去幾年都還要來得更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今年如果有颱風的話 來到台灣的時候 強度會比過往來得更強 不過這個講得比較遠 我們先來看到 在今天晚上開始 最後要開始變天 主要就是這個封面要開始接近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是預計 從今天晚上8點到明天上午8點的 一個定量降水預測 到時候一道封面 會通過台灣的一個上空 在整個封面的尾端的部分 它是屬於比較滯留封面的一個狀況 因為現在在整個西南封面 不是說這麼樣強盛的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在前半段冷風它會通過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整個台灣海峽上面 會持續有一些強的對流出現之後 就像在上個禮拜五一樣 這個強的對流會不斷的移入到 台灣西部的陸地 所以從今天晚上到明天看起來 在整個西半部 台中以北地區 降雨的狀況都會變得比較明顯一些 大家去試想 在上個禮拜五降雨的狀況 你就大概知道說 這個雨大概會怎麼下了 所以還是要提醒 西半部地區 尤其在台中以北地區 要留意包含強風 包含閃電 包含暴雨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明君也講到 現在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面 已經有生成這個颱風 叫做馬蛙颱風 現在它的位置距離台灣 大約還有3300公里左右 所以距離還是相當的一個遠的狀況 那在未來 它會持續的往菲律賓旅宋島的方向來移動 但未來的走向的部分 取決於在整個太平洋高壓的一個勢力 如果說太平洋高壓勢力比較偏強的話 它沒有辦法北轉 它就會持續的往菲律賓來移動 但是如果說太平洋高壓勢力 它減弱的話 颱風就會北轉 那北轉上來的話 就要看北轉的時間點 離台灣是遠還是近 而且透過這個歐洲的戲劇模式來看 可以看到其他一步一步的 再朝台灣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在現在這段時間 就要特別留意這個颱風那個動向 所以在接下來這一天 要特別留意颱風 而且現在看起來要變強台了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 佳明講到 因為台灣已經三年多沒有颱風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放颱風這樣 那今年盛一年的關係 也有可能真的有颱風襲台的話 威力不容小覷 那講到極端氣候 今年盛一年也在各地肆虐 幾個地方出現了非常難以想像的景象 對 沒錯 因為其實現在在中國大陸 也進入到所謂的迅期 那對流比較旺盛 當然這種天有異象的狀況比較多 先來看到在內蒙古的二連浩特 現在又遇到今年 今年第14波的一個沙塵暴 所以明君你看 這一個沙場就突然 直接從這個二連浩特這邊 是洗了過來 而且它的移動速度非常的快 每秒是27公尺 這已經接近是一個 靠近中路颱風的 中心風速的一個強度 而且你看 在這邊整個天空 都變成橘紅色的一片 而且包含當地的一個機場 都被這個沙塵暴 是整個給影響到 是沒有辦法起降 而且這個沙塵暴 目前初步來統計 是已經造成21個人死亡 那當然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沙塵暴這麼嚴重 今年你看14波了 好多次 其實也跟蒙古 現在70%的土地 都沙漠化了 這草皮都消失 沙漠化有關 那你強風一吹來 當然沙塵暴的狀況 就更為嚴重 那我們往南走一點 我們來到河南省 三門峽市 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也是因為 對流比較旺盛的關係 所以外頭風牆宇宙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女孩子 她的一個租屋處 她原本在家裡頭 外面風吹雨打 好大聲 她不敢過去 但是問題是不太對 我家採光什麼時候變這麼好 因為她其實在外面 明君你看 外面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廚房 它原本是室內的 怎麼變室外 流理台在那 對 你看 包含瓦斯爐都在這裡 你看旁邊 其實它那個牆壁 都已經被強風都可以吹走了 好離譜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風 是非常非常的強 瞬間這個廚房 從室內變成露天的 窗戶不見了 好 剛剛看到是河南 我們再往南走 來到湖南 湖南的淮化城區 其實也是突如的暴雨 你看很多車 現在根本有辦法移走 5月20號突然下大雨 人家開玩笑說 這個叫做愛情海 因為你看過去 對 看過去感覺就是 整個跟海一樣 包含你現在 車子在這個路上行走 其實機器的水滑也都非常非常波 但其實主要 這是一個短時的強降雨 所以在當地其實也很多 這一種店家 他們這個東西也都 淹得亂七八糟 包含裡頭有養鴨的 通通這些鴨也都有了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降雨淹水的狀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不是只有在中國大陸 包含我們來到東南亞 來到吉隆坡 吉隆坡主要也是受到 低壓帶的一個影響 這是在吉隆坡 新秉路有一個12樓高的一個民宅 但明君你看 這是民宅往外拍 這不是落地玻璃 這不是玻璃擦得很乾淨 它是原本外面有個陽台 現在也都被風給吹走了 所以你看圈起來這個地方 它跟隔壁家不一樣 對 你看旁邊 因為原本它應該是有個陽台的護嵐 但是也被強風都給吹垮 所以你看今年 威力有多大 今年真的你看這種強風 造成的災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當然我們來到了是歐洲 在義大利米蘭 其實從上個禮拜開始 在羅馬尼亞地區 米利亞羅馬尼亞地區 下雨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嚴重 他們在短短36個小時 降下了半年的雨量 下了500毫米的雨量 所以你看這個河流湍急 在整個義大利整個區域當中 有21條河流全都潰堤 包含他們最長的這個流波河 也都潰堤了 那整個這個區塊 42個鄉鎮都像現在這樣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而且這包含非常大片 5000片的農田都被淹沒 有3.6萬人無家可歸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今年這個極端氣候 這還都只是開始 好 極端氣候 隨便一個強降雨 就造成包含了吉隆坡 包含義大利 包含中國各地 這個氾濫沉災 動不動就用淹水 當然我們講到這個水深之外 其實地球上還有很多地方是火熱 對 沒錯 因為現在今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今年好像地震感覺比較多 特別多 雖然說可能 雖然不一定在台灣 但你會發現 今年的這個地殼運動 是比較多的 所以地殼運動 也包含火山的活動 來看到墨西哥 這叫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它其實是在墨西哥的 第二高的火山 但在最近你看 已經開始有一些火山活動出現 出現了小規模的一個噴發 那也導致周邊 兩個機場也都必須要暫時關閉 因為這個火山會造成影響很大 那包含附近10萬名的學生 也全都停課 22個城鎮的各個各級學校 也通通停課 那當然不是只有墨西哥 在義大利剛剛講到 除了下雨之外 包含火山也是爆發了 看到義大利的這個埃特納火山 它是在整個歐洲最高的一個火山 那其實在每一年幾乎都會噴發 21號早上可以看到 已經開始有噴發了 開始有一些火山會出現 甚至一旁的這個飛機機場 你可以看到飛機上面 你降落的時候 你看到上面 都是火山會 都是火山會 所以其實這非常的危險 你看旁邊的包含運送車也好 也都是火山會 包含跑道等等 也都必須要封閉來做一個整理 那其實2021年就曾經爆發過 今年現在也都持續在關注 就怕在未來可能會有一些 突發的一個變化 那可能當地居民就要特別留意 那就會越來越多 對 那其實在去年 我們講到歐洲的整個熱窮頂的 一個熱浪的影響 其實野火非常的多 非常的乾燥 現在在西班牙跟葡萄牙接壤的 這地方又發生了野火 甚至總共燒了總共八千多公頃的 一個領地 現在已經被燒成影片 你看這個火燒得有多大 現在包含當局是撤離了 在地的七百多米的住戶 現在不只西班牙要滅火 現在旁邊葡萄牙也趕快來滅火 因為怕燒到我這裡來 所以兩個國家的消防人員 在疲於奔命 要趕快來滅火 不過講到野火 今年二月份智利 智利之前也 今年二月份也發生過一個野火 但是他們想到了一個 對抗野火的一個方式 你看當時二月份也是燒得 整個天空都 嚴重 對 都是橘的 那他們現在想到 他們組成了一個叫做山羊特工隊 什麼叫山羊特工隊 明君你看這個畫面 你看這些感覺山羊 這個好像在山中是野生的對不對 他們可以阻止森林大火嗎 對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動作有沒有 總共這100多隻的山羊 現在被用一台貨櫃車 帶到這個山區 它開始吃 開始吃 開始咬 它主要就是要把這一個樹林裡面 包含荊棘一些比較低層的草叢 你把它吃光光 我只要把它吃了之後 就等於形成了一道防火線 火就燒不過來了 對 所以現在發現說 這個方式有用 因為二月份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讓一座16公頃的公園 就避免被野火給燒到 所以這個是智利 它避免野火的另外一個方式 另外當然我們講說 今年溫度會比較高對不對 當然最怕就是海平面上升 因為你這個南極的冰會融化 現在就有講到說紐約 其實海平面 因為它是曼哈頓島 它是一個比較海島 比較靠沿海地區 現在就怕說海平面上升 然後可能就會泡在水裡面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不利因素 就是因為在紐約這邊 有超過100萬棟的建築物 密密麻麻的 你看這個畫面對不對 多麼令人嚮往 但是這個100多萬棟的建築 它就有1.7兆磅 等於7700億公斤 換算下來大概1.41頭的大象 就塞在上面 夠重了吧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現在 現在紐約不斷的在下沉 如果海平面又上升的話 現在科學家預估大概80年 不用太久 不用100年 80年它就會變成泡在水裡面 非常非常的嚴重 氣候暖化真的是 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而且到了美國 大家一定會想說 好好去看個美國職棒對不對 你要知道現在連氣候暖化 也會影響到職棒大聯盟的 一個全力大產量 怎麼可能是說太熱打不好嗎 不是 它主要是因為天氣熱 它會導致空氣密度降低 那天氣密度降低之後 你球打出去 它的阻力就會比較小 所以有人來研究 可以再研究 氣溫只要上升1度C 出現全力大機率 就會提高1.8% 而且還算出來 到了2050年 每一年都會有192隻的全力打 是因為氣候暖化 不是你打得特別好 不是打者計畫 是因為氣候助攻 因為阻力變小了 所以192隻靠氣候助攻的一個全力打 大到2200年 更會增加到加近500隻左右 而且你注意到 其實在今年 從1970年到現在2022年 其實在整個氣溫的變化上面來說 跟過去相比 已經提升了2.2度的這個溫度 所以在接下來氣候持續暖化 那當然沒想到 竟然也會影響到職棒場上 整個球員來給你們